在海地的慈济志工也透过视讯会议 回报了他们在当地工作的重点 就是以工代振已经正式启动了 第一天进行的相当顺利 海地人民展开清扫家园的工作 并且领到了慈济发放的薪水和粮食 那么接下来还要进行两场大规模的物资发放 志工们是步步为营 为海地的重建之路迈出稳健的步伐 为了确保10号11号大型发放安全事宜 海地刺激之工会同了约旦为核部队 完成事前的探勘与部署 另外首次展开了以工代振行动 也进行相当顺利 以前有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 学了几句海地语 叫做阿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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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托海地 意思就是说海地人民家有 结果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 他们害到不行 每个人都举起手来 对海地加油海地加油 这样的情况之下阿拉近的距离 慈激海地医疗团除了在约旦维和部队充分发挥良能 也将开始举行议诊 而在海地的慈激之工也具体的提出 当地民众最迫切的需求 目前泰巴尔市最需要的项 包括第一个学校 因为老爸的关系需要重建 第二个泰巴尔市所需求的是帐篷 因为考量到雨季 下一个月就会来 第三个需求是卫生的设备 目前卫生的状况很不好 的确要如何去帮助他 这可能不只是我们的能力能做得到的 我们要多请教 美国的军方好像很大的进驻在当地 也要发挥很大的力量 是不是也要多去了解 他们对这一块有什么打算 或者是要如何处理 按照计划 此期之工陆续完成现阶段的各项任务 正言上人更希望大家 要切实评估中长期关怀的规划工作 一步步的协助海地重建家园 待新闻进入温国家 华联报导